今天我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很高興大家今天有時間參加這個講堂 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研究 學術研究入面一些覺得趣味性比較高的地方 跟大家做這個分享 其實在畫面上大家看到的那個畫面 我稍後會再解釋 我現在先開始這個演講 就像剛才Edmond提過 我是嶺南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 也是歷史系的系主任 在教學方面來說 我也挺廣泛的 我又教世界史 又教不同地方的歷史 但如果研究來說 如果是做這個學術研究來說 我自己主要的專業就是 主要是做中國的古代史 那怎樣才叫做古代史呢 在我們這個學術界來說 古代史那個年代 一直從遠古史前史 最開始的時候 可以說到原始人 包括原始人 或者更早的歷史 一直到漢朝 漢朝可能大家都記得 大概是公元前二百年 到公元二百年這個時期 其實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但是籠統地說 我們就叫做古代史 那我自己的著作 自己的研究 其實主要是研究 公元前的大概一千年左右 如果以朝代來說 大概就是西周到漢朝這一段時間 更加古老的 通常要做很多考古方面的研究 我比較少一點 我主要是研究西周到漢朝這一段歷史 也有大概一千年左右 其實去年我剛剛出了一本書 英文寫的 叫做The Politics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a 古代中國歷史政治史 這段歷史 內容其實都是說 由西周到漢朝 歷史觀念的演變 以及歷史觀念 以及政治 政體發展的關係 這段歷史 其實我做了這個研究 我研究中國古代史 說起來也有很多年 至少十五年 甚至乎接近二十年的時間 我一向來講 對於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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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興趣 但很多時候 有些其他科目的學者 其他學術界的學者 或者家人 或者是朋友 都會問我 你做中國古代史 其實是做些什麼 究竟如果說研究中國古代史 或者研究世界的古代史 究竟是研究些什麼 他們好像覺得莫名其妙 因為古代史 已經這麼久之前的史 所有的史料 所有的大事 所有的人物 其實都應該知道七七八八 甚至乎是100%知道的 好像其他一半的教科書 你的感覺 譬如周朝發生什麼事 漢朝發生什麼事 循朝發生什麼事 有一個看法就是 其實基本上都已經知道了 還有什麼可以研究呢 還有什麼可以研究呢 不像像現代史 有很多地方還沒有寫的 古代史好像有個感覺就是 已經做得七七八八 甚至乎是做到100% 還有什麼可以研究呢 我的回應 通常就是 第一就是 這個概念 其實是非常不正確的 因為其實古代史 雖然是這麼久之前的事 但是 其實裡面 其實有很多地方 我們的理解 仍然是不夠深入 或者很多地方 需要再深入研究 除此之外 其實 中國的古代史 研究的資料 其實現在是越來越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就是因為考古學的發達 近來這一百年 尤其是過往這三四十年 中國這個考古學是非常發達的 有很多新的文物 發掘了出來 有新的文物 就令到我們 對於看古代史的角度 可以問的問題 是多了很多 我現在可以給大家看一些例子 其實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有些文物都見關見熟 好像甲骨文 這是一百年前已經發掘了出來 意外地發掘了出來 那麼 我們中國歷史上 或者 甚至是東亞這個地域 是最古老的文字 是當時候商朝的文字 讓我們知道了很多 關於商朝時候的歷史 另外大家可能也熟悉的 有青銅器 是西周時很普遍見得到的 就是當時的政治歸族 一般都會擁有的一些器物 另外也有玉器 這些其實周不時都見到 很多時候 在考古法掘裡面 很常見的一些文物 玉器、青銅器 一些古老的文字 但是因為近年來 實在有很多很多考古的發言 除了一些比較常見的器名 好像青銅器、玉器 越來越多一些比較古怪的 或者一些比較震驚的發言 好像這個戰國初期 大概是公元前 五百年前 一套完整的編鐘 即是當時的樂器 我們以前是沒有一套完整的鐘 這也是意外地在地底的一個墳墓中發現 對於古代音樂史的認識 是加深了很多 剛才也見過這個文物 這是比較後期的 這是漢景帝 漢朝初年景帝去的墓 發掘了出來後 又見到很多這些蛹 這是很近年的 大概是20年前 開始發掘出來 那個墓 其實很幸運 沒有被人盜墓 這些文物一直在地底 2000年以上 終於讓我們現在有機會看得到 你看到這些蛹 所謂蛹 即是一個人的造型 就像一個陪葬的意思 即是和皇帝陪葬的人物 其實他們這些蛹很小 不是很大的 大概是五六十厘米 五六十厘米的高度 你看到他的樣子比較奇怪 因為全部都沒有了手 全部都沒有手 為何會這樣呢 以我們所知的原因就是 其實他起初做的時候是有手的 但手是用木頭做的 身是用泥土做的 所以這麼多年之後 那些木頭已經分化了 所以就不見了 只剩下身體 還有他們是沒有穿衣服的 其實應該下葬的時候 應該是有絲綢的 但因為時間過了太久 絲綢已經分化了 所以就發掘出來 那時候一看的樣子就是這樣 OK 還有很多其他例子 因為實在是很豐富 差不多可以說每一年 甚至乎每一個月 某某地點 中國大陸入面 某某地點 大部份都是南方 或者西北地域 很多新的 很多新的考古發現 大部份都是一些墓地 墓地裏面的文物就是保存得最好 即是封得最實 即是當時在地面上很多的文物 已經是破壞了 消滅了 但在墓地裏面 在墓墓裏面的文物 通常都保存得比較好 好像這些 有些新的漆器 有些很特別的一些繪圖 可以讓我們認識到當時 用這些器命的人 例如他們的宗教思想 有一些很古怪的木匠 在我們文獻入面 是沒有提及過的 即是沒有聽過的 可以增加了我們 對於當時的宗教師的認識 深浦多 還有好像有這些 這個也是很特別的 這個是近年出土的 這個用途是什麼呢? 不是很清楚 下面是一個木的座 上面這個部分 不是木頭 而是六角 他們打裂 抓到的六角 把他的角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 就放在這個木的座上面 這個用途是什麼呢? 是不是一個純擺式的器命呢? 真的不知道 發現了不止一次 在南面的地域 都看到這類型的 怎麼說呢? 一個木匠 有六角的木匠 有六角的木匠 那麼 學者來說 覺得 即是 給了我們很多新的資訊 給了我們很多新的資訊 就是對於當時的文化 那個宗教信仰 除了文物之外 更加重要的 就是有很多文字 發現了出來 大部分的古墓 就是只有文物 也是沒有文字的 或者有文字 都是很少數 或者可能只有死者的名字 那個年份 生出年 等等 但是偶爾會有一些墓 裡面有很多的文字 可能是當時那個 那個人 他自己喜歡看的書 去自己的圖書館 一大堆都放在墓上 偶爾會找到這類型的文字 當然 這一段時間 中國史上 或是世界史上 還沒有這個紙張 所以 所有的書本 都寫在 要麼就是寫在竹箭上面 要麼就是寫在絲綢上面 所謂白書 偶爾會找到這類型的文章 歷史學家通常會很高興 如果一見到這些 因為可以看得到當時的人 所看的 所寫的一些文字 以前 考古文物 由大比較少的時候 基本上 研究的做法 就是覺得 出土的文物 可以補充我們 可以補充我們 對於中國古代史的認識 即我們基本上 每個朝代 基本上歷史的大綱 都基本上有一個認識 如果有新的文物出現 可以補充我們 對於歷史的知識 但是近年 即近這幾十年 因為這個 考古實在太發達了 他的文物的數量太多 以及太多 古怪的文物 即是我們以往 對於中國古代史認識 的知識 是無法解釋的文物 所以其實近年來 一般學者對於 用這些文物的用法 不單是一個補充的成質 對於古代史知識 一個補充的成質 而是有一個重寫的作用 可以幫我們重新寫 這個古代史 那麼 剩下的時間 我就舉一個例子給大家看 這個例子就是 就是秦朝的歷史 秦朝的考古 特別是秦始皇的寧原 這個可能大家都認識 甚至乎可能有同學 可能已經去過這個地方 在西安 就是可以看到兵馬俑的地方 秦始皇陵 是秦始皇在和自己起的一個 去自己埋葬的地方 現在就是西安 可能大家都知道 基本的歷史都知道 是當時秦始皇 去在位的時候 建立這個寧原 這樣 以前 這是二千多年前做的事 因為歷史記載 這麼多年 大家都知道那個位置在哪裡 但沒有正式發掘出來看 在1976年 大概是四十多年前 有些農民意外地發現到那個兵馬俑 發現了之後 就有一個系統式的 將去發掘出來 現在 大家所熟悉的兵馬俑 大概是四十年前 之前 才第一次去現世 才能看到 其實大家現在都很熟悉 一看兵馬俑就知道 是秦始皇的一個文物 其實 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就是 其實 整個寧原 秦始皇整個寧原 其實那個範圍是很大的 現在 你在這個 螢光幕上看到 紅色裡面的那個位 其實這裡就是兵馬俑的地方 這個是 如果你現在去西安看兵馬俑 就是去這個地方 但其實那裡不是正式是秦始皇埋葬的地方 埋葬的地方 是這裡 在所謂地宮這個地方 整個地域 整個寧原 其實大概是有五十個平方公里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地方 埋葬就是這裡 暫時未開 兵馬俑只不過是 在這個寧原 可以說是比較邊緣的一個地方 在這個這麼大的地方裡面 其實裡面有很多文物 很多都未發掘出來 在這個70年代 兵馬俑出土之後 一直有 學者 有 考古學家 一直這樣去發掘不同的地方 一直都找到一些新的 一些新的巡代文物 有很多都是很像兵馬俑 但是呢 有很多 也有其他就是非常古怪的文物 兵馬俑大家都很熟悉 如果你回到這個位置 其實它有四個所謂 四個坑 一號坑是最大的 這是大家都很熟悉 那麼 第二坑比較小 有很多馬車 那些 也找到一些兵馬俑有本身的顏色 即是仍未退光的顏色 這是第三號坑 這是大家如果現在去西安 是看得到的 這是最小的 似乎是一個 好像 一個軍事中心的地方 都是一些軍事的人物 還有有第四個坑 這個似乎是當時還未做好 就是秦始皇在生的時候還未做好 他們也沒有 死了之後 也沒有再繼續滾下去 現在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兵馬俑出途之後 這幾十年 尤其是過往這二十年 有什麼新的效果發現 以及這些新的效果發現 如何幫助我們去重寫這個 秦朝的歷史 古代中國的歷史 這個是九十年代未發現的 其實兵馬俑出土 其實主要都是只有那些蛹 即是真的只有兵馬俑 沒有那個規格 這是後來才發現得到的 這個是在 循始皇埋葬的地方 正正在外面 找到一些碎片 組裝好就發現原來是一個頭盔 或者是整件的甲 灰甲 如果看兵馬俑 我們知道當時秦朝的兵士 將軍會有這樣的衣著 有這個規格 現在我們真的可以砌一件出來 我們就更加可以深入認識 當時的軍事科技 當時的軍事文化 剛才的規格和兵馬俑有些關係 都是軍事方面的 即是循始皇軍事方面的一些新的資料 一些新的飼料 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一直這樣掘 又找到一些比較古怪的一些文物 即是很意外的一些文物 就像這個地點 這個就是在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比較邊緣的地方 一掘出來就是這樣 在深入再看什麼文物 第一 也找到一個勇 但這些勇不是軍事 不是兵馬勇 而是一個所謂樂勇 或者樂勇 音樂國 當時入土的時候 應該是手上拿著一些樂器 當時有巡朝的樂器 因為那個樂器應該是用木製造的 所以已經是化解了 即是看不到 整個地方 就是這裡有一個空位 這兩個表演音樂的人 就是坐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地方比較提升 好像一個平台一樣 有一個平台在這裡 有兩個音樂人士在這裡 中間這裡是些什麼呢? 一看 原來就是有很多青銅器 青銅器 不是我們一般見到的青銅器 那些器名 而是一些天鵝 鶴 鶴 一些鳥類的青銅器 似乎當時這個地方 好像這個殼一樣 很精緻的青銅器 還有這個殼 你看到它的嘴巴 剛剛是在吃一條蟲 這也是青銅器的一部分 似乎它的意思就是 這個地方是當時一些 秦朝貴族的人士 可以坐在這裡 就是看著一條河 河上有不同的鳥類 有鶴 有天鵝 同時也有音樂的表現 沒有文字 全部都沒有文字 沒有這個解釋 不過似乎 跟我們以往熟悉的兵馬勇 是很不同 但是也是這個 秦始皇陵的一個部分 再給你們一個例子 這個是大概 1999年發掘出來的 是比較接近所謂地宮 即是秦始皇埋葬的地方 一掘出來就是這樣的樣子 可能大家也看到 有腳、有手 將它們組出來之後 就是這樣的樣子 跟兵馬勇很不同 因為兵馬勇是戰士的人 是軍隊 所以也有這個規格 這個上身是沒有穿的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好像裙伏式 拿著一些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現在一般的學者認為 就是所謂的 就是叫它做白器用 應該是一個好像 你們看日本雙坡的表現 是一個藝人 那 那 頭就沒有了 只剩下一個身 頭就碎了 就組不起來 那 又是比較特別 不是我們以往一向熟悉那個 那個 那個兵馬勇的那種類型的文物 近來 出土了大概有二十年了 現在 過往這十幾年 都受到很多學者的關注 就是想再深入一些認識 這類型的 勇的製作 那個 用途 那 除此之外 也有學者覺得 這類型的勇 特別是 可能會 使我們 知道當時秦朝 和中國以外不同的地域的交流 在左手邊 這三個勇 就是在秦始皇陵 發覺出來的 頭是爛了 但是身體很明顯看得到 是 做得很精緻 還有很有技巧 因為你一看這個勇 你就會知道 這個人是一個男士 男性 有一幅布在腰上 有一幅布在腰上 他的上身是裸體的 但當然大家都知道 其實都是一塊石頭 但他做到這個幻象出來 你一看就是赤身的 有一條褲 腳也是沒有遮掩的 其實這種技巧 很多古代歷史學家 和古代藝術史學家 一看就覺得 非常相似 同時後 同時期 在古希列的一些雕索 那種技巧 如何能夠令到一塊石頭 可以變成我們肌肉的樣子 尤其是 有一位學者 叫做Lucas Nickell 是英國的學者 出了一篇文章 叫做The First Emperor and Sculpture in China 2013年出版的 做了一個很爭議性的論點 就是說其實當時 這是不可能是一個意外 同時有相似的一些雕塑技巧 所以很大機會 其實秦朝 當時和古希列有這個交流 我們現在現有的文憲 是完全沒有這個說法的 完全沒有這個說法 我們從來沒有說過 秦朝可能和外面的世界 或者古希列一個這麼遠的帝國 有任何的文化交流 但是如果我們以這些新的考古法院去看 這件事應該真的有發生過 秦朝和當時的中亞 甚至乎更遠的古希列的地方 有古希列文化的地方 某程度上一定有這個交流 所以這就是一個例子之一 就是可以用新的考古文物 去重寫古代歷史 古代中國的歷史 甚至乎是古代歐亞大陸的歷史 這就是例子之一 所以我希望你們感受到 其實古代歷史雖然是這麼久之前的事 這麼古遠的事 但其實它的研究空間是很多的 我自己在寧蘭大學教書 有不同的課程 不同的班都講很多這方面的歷史 講很多這些新的考古文物 論語中有句說話 論語孔子有句說話 我非生而知之,好古,問以求之者也 基本的意思我相信是 我們做人追求知識 追求知識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有很多不同的手法 其中一個就是去研究古時候發生的事 這是一個很好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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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非常同意 所以我自己就不斷沉迷地去研究這個古代史 好,我想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同學如果有什麼問題 想直接找我 你可以寄電郵給我 我的電郵是在網上 好,我就交給Edmond 謝謝 謝謝老師 介紹考古學 以及古代史 以及他們中間之間的關係 我也有個問題想問 其實LingYu就有這個歷史系 同學就可以主修這個歷史 其實會不會有一些考古學的學科 可以讓同學去採取的呢? 專門講考古學就沒有 暫時沒有 但是我們有很多 尤其是我自己教的科目 很多都是關於古代史的 我裡面都會提及很多 關於這些比較新的考古的發現 如果同學是有興趣的話 他們也有這個去交換的機會 無論是國內 或者是美國、英國 都有很多出名的考古學家 學生可以跟他們去讀書 明白 譬如說讀歷史 你作為歷史系的主任 也會接觸很多同學 學生 你覺得哪些同學是有那個資質 又或者是覺得他們有那個興趣去讀歷史 還是哪些同學 譬如說的 career 又會想怎樣 之後是可以讀這個學科的呢? 謝謝你的問題 其實很多同學 尤其是剛進來領大 剛讀完中學的同學 因為大部分同學 某一程度上都要讀歷史 中史或者世界史 他們有印象 就是歷史主要是背書 即是比較枯燥的一個科目 我們在歷史系 尤其是和第一年剛進來的學生 我們經常都要澄清 就是說我們其實歷史 讀歷史不是就是背書 其實讀歷史就是要研究古時候 即是古今的關係 為什麼古時候的生活狀況 那個文化 那個政治經濟是這麼不同的呢? 如果是這麼不同的話 怎麼可以演變到我們今時今日的狀況呢? 其實這樣說好像很抽象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歷史學家 譬如你自己也有想 五年前我是做什麼事 十年前是做什麼事 是有一個演變 你自己也會有 對於自己本身的歷史是有那個興趣 但我們純粹 我們不單是做自己本身的歷史 而是做整個城市 整個國家 整個世界的歷史 去加深對現時的狀況的認識 就是世界是怎樣演變出來的呢? 所以其實我覺得每個同學 無論對於學術上有什麼興趣 其實歷史也是很有用的 也應該是非常有趣的一個學科 所以就 還有讀完那個讀歷史 因為需要很仔細地去看史料 也需要寫文章 要寫得很有說服力 所以其實畢業之後 他們的技術 所學到的東西 其實是在很多不同的行業 都可以有用的 謝謝 也有 視察問到 我們院校的歷史主修課程 跟其他院校的歷史主修課程有什麼分別呢? 這非常好的問題 如果香港八大院校 其實只有四個歷史 是 嶺南、浸大、中大、港大 當然如果你去到理工大學 或者城市大學 也有文化研究科 也有不同的歷史學家 但如果說歷史系來講 香港只有這四個 這樣 我可以說一些主要的分別 香港大學歷史系 教學和研究方面 主要是專注現代史 他們沒有古代史 一個都沒有 那麼 中文大學的歷史是非常豐富 但是 主要是研究中國史 主要是中國的歷史 深大和我們領大比較接近 我們領大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雖然我們人不多 我們的師資大概是九至十個左右 那麼 我們有大概一半左右是做中國歷史的 我們是由古代做到現代的 所以如果你對中國歷史任何一個年代有興趣 我們都會有課程提供給你 嗯 除了中國歷史之外 我們也有好幾位老師做美國史、英國史、歐洲史 也有做中東史、中亞史 所以如果對於世界市有興趣 我們也會提供到這個課程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公平的 比較國際性的課程 是 好,明白 也有視察問 是有沒有Field Trip去 以及有沒有實習的機會 是 Field Trip是有的 通常叫做Study Tour 其實以前比較多 因為過往這兩年 因為疫情 也有社會事件發生 也有很多都不斷了 我們是有機會去很多Field Trip 有些比較簡單 有些就是內地比較近 可以一個星期去完 有些我們以前曾經去過 比如去過西藏 去過敦煌 這些地方 比較遠 這些都是學校可以提供的 實習呢 所以我們現在也開始搞一些新的實習經驗給學生 就是 因為我們也明白 其實我們很多學生 有小部份的學生 讀完我們這個歷史系的Degree 就是想繼續讀 去讀碩士 甚至乎博士 就是繼續在這個學術界 但是有很多同學 他們未必對於學術界有興趣 可能他們想做廟師任 可能想做博物館 圖書館 出版 或者是政府機構 我們也想鼓勵學生 可以有實習的機會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課程 叫做Practicum 就是譬如你有一年暑假 你覺得我想去香港博物館做實習 你做這個實習 你之前跟我們講 我們可以做一個Approval Process 你可以取得學分 你可以有這個實習的機會 也有老師可以幫你 可以有提示給你 是啊 這樣子 巧言 我看上去 你去香港平安